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各位介绍了一下 修行里面其实是很多东西的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现在这个时代叫做商业时代 大家都习惯于一种买卖的对价关系 因此你也会把修行当作一种商品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跟你学你就要给我开悟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问师傅要怎么开悟 师傅说开 你说 不然你说要怎么了生死 我说了 那他嗯 要怎么出三界 我出 你看已经被买卖了嘛 我问你你答我就 怎么转 转四层次怎么转 我转 你又不转我怎么办 你又转一下你也不转那怎么办 这叫做对价关系 功利 你要为的是效果 我问你你要讲啊 我讲又没用啊 对不对 怎么断回来 我说断 你也没断 这个是 叫做环境 不能怪你 因为我们环境就这样啊 就都教这一种东西的 你就好像 你讲了我就 就开悟了 讲了你是知道了 并不表示你正道 这不算 所以真讲修行啊 你一定要从修行的立场来 刚才跟各位讲了 你只是学佛 知道要断烦恼 知道要破无名 只是知道而已 不算 这叫内明的认知啦 再来就内明的实践要去做 做了以后才会兑现 把破无名的破给兑现出来 把转式的转给转了 转式嘛 所以才能用字嘛 舍式 把式给舍了 才能用根嘛 那怎么舍 怎么转 怎么破怎么断 通通都是修行的东西 不是用问的 所以才有一个法堂 这里是法堂 当你们都走了 我们这里一关 这里是尘堂 尘堂就开始要练功了 法堂就是练丹啦 摸疼啦 法堂是让你明白 尘堂是要你做 就照着那几个方法去做 这失败了再来 失败了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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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放心 绝对 失败一千万次 你就会开悟 不要以为 你就跟我讲 所以修行以后的第一个成就感 是什么你知道吗 挫折 不是这样吗 怎么没有 不是这样吗 因为手上没工具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要念佛的话 可以不要用念珠 只要手上有工具啊 你就依赖 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很简单 都不要任何东西 你才会一心不乱 你只要有个东西 你就没办法一心不乱 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回去去试就知道 一万声怎么念 十万 念到一万声功夫成片 念到十万声就一心不乱 坐下去到起来这样子 坐下去到起来 一万声功夫成片 坐下去起来 十万声 你一定一心不乱 你回去试试看 你又克服多少困难 我不知道 我是没跟你讲 你回去接了 哇 师父啊 我说阿丹要扁手 你那 int 夫 له 忍着两粒ガ拉不开了 你看 那是刚刚空空 哈 那臀子拿 發布 臀子嘴脑 所以 今天 我刚刚再念到大 没有 有 这个都是你要克服的问题 这些不能克服就是 你的障碍 要怎么样克服过去 每个人都能克服 因为这个不难 都是你身体上的东西 但你就是不能把它当商品一样买卖 要修行就 师父教你你回家自己去搞 就这么简单 坐下去不要动 念到一万生你就功夫成片 就很简单 不能拿东西 你不知道去脚去脚去脚 到后来你又去脚去脚 站在後面就靠 OFF 999 你哪有在念 那个都不算 不能拿东西 那你回去试吧 禅修也是一样 修行都是这样 让各位了解一下 修行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简单化 然后你要规律化 那你就有可能了 你不简单也不规律就没办法 你回去你试试看 念佛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也很好弄 你就坐不下去 坐下去你就会发现 你像猴子一样 鸟鸟鸟 哇 这一脚就没了 你知道吗 你像狗一样 又闻到什么又起来 哇 刚才念到哪里又不见了 你是什么性格你就在哪里破功 你不要看刚才讲的规律化 简单化 把你的多生累绝以来的习气 全部把你抹平 修行是真的很厉害啊 所以我们几个禅堂 第一个叫醒起来 你不要光是坐在那边 用讲的没用 就醒起来 醒起解决嘛 所以你要醒起来 第二个 叫生命的大官员 你是什么生命在那里看得很清楚 有一种动物 吃东西的时候啊 那个有两只会动的 有没有 你在残堂里我们就看到 那一只又爬出来了 有的像老虎像豹像狮子一样 有的就像那个蟑螂啊 蚂蚁一样 有的就像老鼠一样 那生命的大官员 那就说你要把它抹平 没有火气 没有称心就没有火气嘛 不计较不比较不竞争不抱怨 有没有这种情况它会产生的 而且很清楚 再过来 这个过了以后就可以有悟处 所以第三个禅堂叫悟处 悟处通过以后你随时可以进出禅堂 第四个禅堂 就是你个人用功的地方 虽然我们也是这么大艰难 你可以在里面用功 第五个就是考试的地方 叫选合场 所以修行是一套工程 我们叫做生命改造工程 这一套工程 要年轻人才有办法 最好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的 年纪太大的 你还是修圆荣道 我想到刚才讲圆荣道 我还看不见 不是 因为这里面要三十六年 解脱到了三十六年的训练 我们今年刚过 明年12月8号隆历 喇叭剃度此限年轻人 今年是开放老菩萨可以来 明年是年轻人 而且三十岁左右 超过三十五岁特别审查 特别审查 这是你真想修解脱道 可以 我们一套一整个的教法 你放心你不要怕早死 三十岁左右三十六岁才六十六岁正年轻 对不对 三十六岁以后你就可以出来弘法立众生 你现在六十岁再三十六岁九十六岁 那就 但是站出来给人家拜可以 所以我们要是年轻的 具备挑战的 愿意接受挑战 你只要具备前面的条件 人品具足 人品 不要奇奇怪怪的那种性格 第二个呢 对灵性有认知 那才可以啊 这认知是从普贤心普贤心上面来的 没搞清楚的先搞清楚 好 这个是一个前面的序言 现在要跟各位谈的 是这六个 六个段落里头啊 刚才讲的 三弦位的部分 从修十种法开始 可以具足十种情境 具足十种广大志 然后就到登地位 登地啊 就是十圣位十地位啊 出地到十地 这个叫十种普入 可以得入 这是一个成就的境界 那么 第五个呢 是可以安住在十种圣妙心 这个是等觉位 最后呢 得十种佛法善巧智 这是妙觉位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 这六个段落这样划分 我们要怎么去具足的问题 从学佛的立场来讲啊 我们 当然要去成就这些都没有错 可是要成就这个部分啊 我们智良道过不过 我们智良道 我刚才跟各位讲的这个智良道 是把佛陀正法所说的部分 把它用现代的语言 最简单的表达方式 让你认识到红尘这个沙古世界的虚妄生命 跟入涅槃的那个真实的生命之间的差异 然后你心求涅槃生命 那我们再讲修行 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是 不然也好 为什么也好呢 书讲得好像不错 所以我就试试看 不欢迎 这个不是也好也不是试试看 不是说来奉修 那个都是射授门的部分 因为要追求这个灵性生命法身 法界的这个部分 必须完全投入 我们会有一种 叫人可及的心法传授 就先给你尝试一下 可以 这个叫试吃 百货公司门口很多试吃的有没有 反正美味 大家吃 哎呦不错哦 不错 打包一下 那个叫上钩了 因为你吃到不错嘛 吃到不好你就不吃就不要买嘛 他就要给你试吃 我们也有一个试吃的 要给你试看 前后十天 让你去感受 真正的修行是什么 心法 修行的心法 是什么东西 让你去体验 体验以后 把你学佛的过程 真正认为 修行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个时候再来 避免说 试试看 很不好听 摸修 想看看 不好听 你要修行就要完全投入 修行是完全投入 修行没有part time 什么时候可以part time 你修成功以后 我们这样分析 一百万次的失败一次成功 一百万次的成功一次成就 一百万次的成就一次成熟 一百万次的成熟一次成道 一百万次的成道一次成佛 那你喔 在成就以后 就可以part time 对不对 成就还不难啊 应该来讲啊 要到成熟以后才可以part time 你现在还没有成熟 成熟以后才成道 成道以后才成佛 那你成功以后就成就了 成就就要part time 那个时间会比较长 那无所谓 至少你要第二阶以后 那你现在才要开始 就要part time 你永远都没机会 就要开门一样 开门有part time 所以那个自动门马上就弹回来了 你弹两次 鼻子就不见了 我们中国人鼻子都被打过 你看洋人鼻子没被打过都是这样子 我们的鼻子都不见了 就是被那支冬门给打掉了 这个一定要完全投入 一定要完全投入 生命改造的工程 没有改造一半的 改造一半就没了 屏隆有个师傅啊 讲经讲得不错 讲得不错 所以护法门啊 要害师傅这一点最好 师傅太小了 我们把它盖大一点啊 师傅说对啊 都做不下了 大家起草了一个委员会 好 我们来盖大一点 要盖大就要先拆掉 就拆掉了 拆掉了就开始吵架 盖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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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最后十五失踪了 没有都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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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art time就是这样子嘛 到时候你把没有吹掉你就完了 到时候你把没有吹掉你就完了 那个师傅现在不知道哪里去啦 那师傅现在不知道哪里去啦 所以你要记得 第一个 第一个 智阳道具备 现在要来到这里简单啦 我们先看第一个 勤修十种法 听好哦 他这里写的 不是我写的 这个是 你有没有打错 我不知道 应勤修十种法 对不对 他没有说 应勤修十种法 勤修啊 不是勤修 没有说兼修啊 这个是要专修的 完全投入的 我们看 所谓心不弃舍一切众生 这条就很烦啦 很烦啦 不舍一切众生 这是我们的原则 不舍一切 不弃 不宜弃 这个很麻烦啦 在宗教里头啊 这种众生什么最多你知道吗 真的说 他是台大第一名毕业 要来出家 你同意不同意 我跟你说啊 半夜哦 举双脚盖章我都同意 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哦 刚刚从松山医院 是一天跑出来的 师父我要跟你出家 我看你哦 如果没温下去 你也奋斗 不能仪器啊 你怎么办 你不能专挑好的啊 台大第一名毕业你就要 松山医院跑出来你就不要 这个 这个 叫什么菩萨道嘛 这样问题就出在这里啊 所以就只好设个关卡说 我审核看看 现在不是我要不用审核啦 因为你一进来这里面 会鸡飞狗跳 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不得不审核啊 审核就也不能遗弃 也不能拒绝 所以我们就分等级跟分类 每天都管多些龙啊对吗 所以要分龙嘛 分开龙子里头装啦 不然怎么办 心不弃舍一切众生 你记得啊 心不弃舍一切众生 所以在管理上是要分类的 分类是必然的 你不要把鸡跟鸭关在一起 对不对 不要把猫跟狗关在一起 对不对 众生种类很多啊 你必须分类管理 分类教育程度有高低嘛 种类有不同必须要分开 不能够全部关在一起 对不对 当然我们希望在大殿大家一起来啊 可是有人坐下去就睡着了啊 所以我就说那你不要坐大殿嘛 大殿功德大 他会发的呀 大殿功德大他要来 不然你坐在旁边坐好吗 你不要坐在那里嘛 摄影机在那里 刚刚在那里睡到那里 又睡到那里 所以这个就是要分类 尽量只有一个原则 心不弃舌 但是在向上的管理是需要的 种子种类多啊 你看你为什么要分有天龙八部 为什么有地律恶鬼畜生 天然阿修罗 他就是有种类不同 你不能通通弄在一起 分类分类 这是必然的 但是教化的心 引导的心不变 任何一个众生不放弃 这是基本立场 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叫做 方便性解力 所以很多人要请菩萨道啊 第一炮就把自己打死了 你看那师傅就这样啊 你说好啊 讲菩萨讲得很好啊 你不要说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对不对 讲得很好啊 大家会那么热情 是啊 是应该要放大一点 就这样子 阿苗拆掉了 每个他怎么在发心呢 这一次就把自己吓坏了 那杜仲森也是一样啊 这狗咬吕洞斌的事情很多啊 你不要以为不是好人心 大概我不会碰到 你碰到就一定会碰到不是好人心的 恩将仇报的很多啊 来这里师傅长师傅短 啊师傅昨天有梦到你 师傅好香喔 那味道跟佛一样 你当时评到佛造的味道啊 我怎么会跟佛一样啊 高兴的话你看 什么 都敢讲啊 那不高兴的时候 什么黑风都吹啊 这个就是这种状况啊 所以你要行菩萨道啊 这个都是 这个叫法戒行啊 进入三弦位就是进入法戒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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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戒行的第一个你看 心不舍弃一切众生 他不是这一句话很美没有错 是观念没问题去做了 走了一家也知道 所以是行菩萨道啊 不是懂菩萨道 懂菩萨道没用了 那个第一次那个谁啊 拿那美金给我吃啊 我说美金哦 美金好啊 才一个放进去就哦 主人在那里你又不敢吐出来 然后要吞就不敢吞下去 你知道美金有没有吃过 他跟你讲很好吃 你就一次吐到了 榴莲也是一样 哇快来快来 我跑了十公里到那边拿出来 看起来很好吃 一拿到这里 马上就放回去了 很好吃的 哇不要啦 看就好了 这种东西是你不去做你不知道 可是当你经历过以后 有个适应的环境过了以后 你会喜欢的 菩萨道真的是这样 修行也是这样 就那个环境你要适应过 要适应的最好方法是 不要带有任何憧憬 不要任何憧憬 憧憬你容易有彻彻感 你慢慢融入 那你自然你会发起的 我们都具备这种本能 不会没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余诸菩萨生如来一想 这个也没问题 前面叫众生 这里叫菩萨生如来一想 这个很难啊 因为你要遇到菩萨 根本遇不到 这菩萨还是众生啊 换句话说 修行的众生 都叫菩萨 这样就已经分开了 有修行的人 那修行很多啊 在我们同个理想 同个道场之下 来修行的 大概比较没问题啊 不同道场的就差很多啊 不讲邪师啦 讲外道 他们也在修行啊 那你要怎么把它生如来一想 这个就有问题啊 你在想说 凡是修行的众生 都可以当菩萨 这个基本定义没问题嘛 把一切菩萨当如来一想 也没有问题啊 问题是你去碰到的时候 你就有问题啊 首先菩萨你怎么定义 你所谓的没问题 大概看那个真理图 因为你的意识形态里 所存在的那种状态 是一种意识形态 不是真理的状态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 诠释真理的 这部经叫《华言经》 按照华言经来修行的 叫《华言行者》 那么把这些行者集合起来的地方 叫大华言士 那么你想修行的人 那应该大华言士的这些人 这当然没有问题啊 那这里头分几类那不管啊 那你离开大华言士到外面去的 那就不一样了 虽然同样是寺院 那有很多寺院是关着 不给人家拜的 什么修你也不知道 有一次我到北投去 要看一个寺院 去看门都关着 那个大门啊 就有那种火楼梦啊 火楼梦啊 那像栏杆这样遮着 我就看看啊 我们看里面有没有人啊 有个人出来 有个 比丘尼啊 什么事啊 我说那庙可以进去拜吗 不可以拜 我说哎 你们火楼梦不是要向拜吗 我说不给人家拜 我说为什么 啊佛事不给人家拜不行啊 我说佛事不给人家拜 好像没有人说不行啊 但是也没有人说佛事不给人家拜吧 还 换他愣在那里了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跟庙 啊佛楼梦没有向拜啊 你进来拜吧 那一点味道都没有嘛 对不对 就好像说你爱啊 爱给你爱吧 我 我要拜佛你 你那种讲话我怎么拜嘛 我说这一点味道都没有嘛 我说算了算了 你们家的护照拍摆啊 我说算了算了 所以你在看修行人哦 会让你躲担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不要看说要把菩萨深入来想啊 光这个定义 你看佛事都这个样子啊 啊你说修行人 哦那是非那么多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以我们的意识形态定义 你按照这个我们的定义就没有错啦 可是你外面的呢 诸菩萨 所以你的定义很容易碰壁 很容易碰壁 所以刚才为什么讲说 不要预设立场 预设立场你就很难修 很难修 修行是生活中所遇到的境界 记得哦 生活中所遇到的境界 你会圆满处理 圆满处理的三个原则 于一切境界无交慢心 于诸众生生平等心 于诸如来修真供养 三世间啊 你遇到你要会转 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立场 预设立场你真的很不好修 第三个 永不诽谤一切佛法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我们学佛人 谁会诽谤佛法 可是你就会到处看到 这个道场批评那个道场 这个出家人批评那个出家人 然后你也搞进去啦 不说世中过你说世中过 不批评出家人 你批评出家人 不破毁三宝 你也破毁三宝 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啊 通通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要看清楚 我们修一佛圣 对三圣教法不满意 你修大圣对二圣教法不满意 说他是小圣 你去注意看看 大圣佛教的世界里 对于小圣就是瞧不起 这一瞧不起啊 你看今天大圣佛教里头 不知道怎么修行 各位你现在都是学佛人 都是学大圣 请问你怎么修 你就吃素念佛啦 诵经拜颤啦 这叫修行吗 这样子要怎么断烦恼呢 怎么破无名呢 你都不知道 有没有错啊 绝对没错啊 但是你不知道 因为 从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 就教我们要学大圣 不要学小圣 因为一个大一个小一看 对我要学大圣 因为大嘛 像小孩子一样 小孩子现在没有啦 大概三四十年前 那个五块钱跟十块钱在改变 有没有 五块钱还很大 十块钱改小了 你两个放在那里 给小朋友找 他一定拿五块钱 因为五块比较大 十块比较小 他就要拿大的不拿小的 而我们选大小圣 大概也是这样选的 所以每次你都挑到五块 不会挑十块 而我们讲的大圣 其实只有佛陀正法 我们所说的小圣 正好是佛陀心法 全部破功了 我们把修行解脱的那个部分 叫做生文解脱 那大圣解脱要怎么解脱 没有啊 解脱只有一法 我们把人家叫生文解脱 那大圣解脱呢 没有啦 大圣变成没解脱到 所以你要想诽谤一切佛法 尤其是小圣 那大概你永不得处理 这个你不能批评他说 他是小圣啊 焦牙败种啊 不能这样讲 因为你根本认识不到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对于很多印度的 完全说人家是 邪魔外道 这个也很麻烦 因为佛陀的话 是解脱到无名的 佛陀最大的成就 就是把印度文明总结起来说 你们这样修不对 要修解脱到 要出三界 这个是佛陀的专利 这个专利啊 佛陀死了以后啊 不能讲死了 入灭以后 不然你还没用精 佛陀入灭以后 这专利全就消失了耶 在经过五百年 不派佛教的 这解脱到的行法 已经被印度文化吸收回去了 在印度里已经非常灿烂的解脱到都出来了 他虽然不叫佛教 但只要是修解脱到的 统统是佛法 佛陀的心法 所以《华元经》入法界评 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有很多都是外道普洛门 他们也修解脱到 他是跟他学解脱法门 善才有没有说他是外道 就不去了 外向显得是什么并不重要 他有没有解脱的方法 我们要的是那个 所以只要有解脱有关解脱 有关认识真理的 认识真理的叫做正法 指导你如何解脱的叫做心法 或者叫刑法 这两个都是佛陀的法 你要留意到 教你认识的是内明 内明的认知嘛 教你解脱的刑法 那是内明的实践 只要符合这个标准的 通通是佛法 佛是觉悟嘛 人生觉悟的法 你认知就是觉悟到虚犯的跟真实的 沙婆是苦 内盘是乐 那就是内明的认知嘛 那不是佛陀的正法嘛 那我要追求解脱而入内盘的 那这个法不是佛陀的心法嘛 所以凡是这方面的 你都不能毁谤 都不能毁谤 你不要看说他们是外道啦 不是外道 那应该说佛陀的女儿嫁出去的 外孙啦 知道吗 佛陀的儿子啊 生的叫内孙啦 只是内孙外孙的区别而已啊 因为你在嫡传之内 当然都姓氏啊 嫁出去女儿要姓别人的姓啊 那你就叫外道吗 是不是这样 就法出去 所以我们在无尽障灯里头 也有这种情况 你又是取名叫大法院士系统 按照大法院士管理的规章进行的 那叫无尽障灯会 那你说我的事愿这样 但我要把法院的法拿来修拿来红 那可以 那叫职业光貌 你说我女众可不可以叫韩辉法院 那你不能够说只有大法院士才是啊 对不对 人家叫法法士 占山士叫光明士 怎么不能要 你法不是要传吗 传出去你就说他是外道 那佛陀当年不要红法就好了 成道以后关在家里 他为什么要到处跑啊 到处交啊 外道来跟他辩论他也辩了 那你辩了以后人家就把你抱回家了 我们很多同学说师父他们来copy我们的东西 就给啊 那佛陀的法你干嘛 我们为什么要红法 要就给他嘛 我们跑出去红法还要飞机票 他来取法不要飞机票 全赚的啊 为什么不给啊 不要小心眼 要就给啦 对不对 我省得没事到处跑 所以你要懂得不诽谤一切佛法 人生觉悟的法绝不诽谤 不管是认知的法还是实践的法 尤其不要讲大小声 不要讲外道 知道吗 虽然他忙修什么 忙修什么也在修啊 他只要不诈欺不 不伤害众生就好了嘛 其他什么关系啊 所以跟各位讲 不是不诽谤一切佛法 诽谤的话绝对不要讲 那是口业啊 对不对 更何况是正法 第四个 前面的这三个 比较是观念上你要突破的 下面的 就比较清楚了 但是你比较难达到 知诸国土无有穷尽 于菩萨行生生信乐 不舍平等虚空法界菩提之心 我们再看这三个 知诸国土无有穷尽啊 这里要跟各位讲一个东西 一个观念 我们 有老师没 这里面 我不是说你 说到你纯粟巧合啊 很多老师在教书啊 他是这样子 我教了 我教了 怎么教了 因为理想马上就到了 我没有超过十分钟还没进教室的 下课理想我才离开教室 这当中啊我们要打课睡 我有一张嘴巴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学生睡着啦 学生在玩啦 学生跑掉啦 或者学生在看漫画书啦 你都不管我教完了 终点会拿来 这个是老师 我们红法的人是不一样 他有一个特质 我不是教你 就算了 我要把你教到会 你记得这个关键喔 我上完课教完就算了嘛 这是老师 我一定要把你教到会 你不会是我的责任 这两个教法有没有不同 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喔 好 老师是这种态度 学生呢 我们发现学生也有这种情况 你一讲我就懂啊 懂就收起来啦 然后呢会讲给人家听 他也会讲喔 然后 他不照这样做 有没有这种学生 这种学生跟刚才那老师是一样的 所以他将来也可以出来当老师 他因为他就会讲啊 可是这里头有一个东西 你不知道感觉得到感觉不到 他好像没有心 有没有 好像录音机这样子放过去就好了 也好像录音机要把你录过来就好了 里面没有心的 学佛你现在就要留意到这一点 很多人啊 在诵经跟录音机放声音一样的 他在学佛听佛法的方法 跟那种很聪明的学生一样 听了我都听了我知道我也会讲啦 可是他始终做不到 做不到有两种 一种很想做但是做不来 有没有 一种根本就不想做 我知道就好了 做不做 做不做谁知道 我没有成佛我知道 我知道 有没有开悟我知道 这个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你自己本身 你到底在学佛跟学知识不一样 学知识只要过大脑就好了 只要我能copy出来就好了 学佛是身体力行 生命要投入的 不是我大脑懂多少 是我感受有多深 我的生命震撼有多少 因为我要改造生命嘛 你假如不能够达到这个地方 不算 不算 所以我们在做 我教你是 要教你到你懂 你会 要不然我没有教 所以背英国就背在这里 我要听我要学我要弄懂 不是我有听到就好 我要弄到我怎么做 不 破无名的事 我一定要把破是怎么破 到底怎么破的问题给弄好 而且破无名以后 以后是怎么样 我要弄清楚 那第一个 什么方法可以破 我们把这个疫情留着 我就一直在找方法 找不到方法 事不罢休 这叫求道嘛 你都没求你怎么会修啊 好我找到方法以后 那才修道嘛 修道才能正道 我求道 得道 得道不见得修啊 知道吗 那必须修道 然后才会正道嘛 正道才叫成就嘛 没正道没成就啊 所以这个疫情你要带着 要去一再地去突破 把那方法找出来 那就表示你有听进去啊 你要知道啊 哎呀这不用讲了 破无名你就知道了 问你怎么破 怎么破 你自己去破啊 又不是我要破 我又不想破 所以我跟各位谈 这个问题有这种情况 知诸国土无有穷尽 这个大家大概都知道 你知道的大概是含糊隆统嘛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哪有知道 诸国土无有穷尽 是指什么无有穷尽 诸国土无有穷尽 我说积国土有没有穷尽 你只为诸国土没穷尽 一切国土 诸就一切国土 无有穷尽 是指一个国土很大 还是国土的内容很复杂 还是大小的问题 还是量多少的问题 有没有弄清楚 没有弄清楚 你怎么知道 这很简单的一个字啊 知道一切国土无有穷尽 那一切是指什么 量的大小呢 还是符原的大小呢 还是国土里头的内容大小呢 当我们对于这个内容 没有这一份想要了解的 意愿的时候 这句话 没有意义 这就是我为什么 花那么长的时间跟你讲说 应该要这样看待 学要怎么学 教要怎么教 的这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 因为是石柱卫的这一段 他讲的是量大 量大 因为这个时候讲的就是世界成就品 第一个是量很大 华杖世界还那么大 第二个啊 是他的庄严 无有穷尽 不是内容而已 庄严 内容多少就又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从修心人来讲啊 他是什么 简单化嘛 但是呢 那个庄严度 非常肃胜 这里我 还有几分钟啊 跟各位讲 庄严要怎么修 福报大小好修 把一个人修得很庄严要怎么修 自己看看喔 昨天跟各位讲 很多人跟自己过不去啊 所以要与诸如来修增供养啊 你跟自己过不去的人 打一针嘛 对不对 割一刀嘛 对不对 叫美容嘛 美容是好听的啊 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跟自己过得去的人 不必去搞那个东西啊 这里头要讲 庄严度是指什么 你的心思 精密度 现在话讲精密度 你精密度做得越好 你就越庄严 庄严不只是人啊 知道吗 假如你只有把鼻子的精密度做很好 鼻子就很庄严 那是因为你的取向问题 可是你的性格要是具备精密度的 的话 性格上具有一定精密度的话 那就不是自身的庄严而已 你的生活周遭也具备庄严 你的气世间也一样庄严 你的眷属世间也一样庄严 假如你是自私型的人 这个是最明显的 不是说你啊 说到你啊 纯属巧合 假如你是自私的人 把自己弄得很庄严 下辈子你就知道 你的眷属 都不庄严 这就报应啊 你在自我庄严的同时 会分享给人家的时候 因为你的精密度到这里了嘛 分享给你的同伴 所能力所及 也不是通通要啦 能力所及 那你就会一切庄严 这个经文里没有啦 但是呢 从修行的立场来看就是这样 你能不能够能力所及的分享 把你的精密度扩展出去 不要只顾一个人 或少数的 妈妈最有这个毛病 把爸爸照顾好 把子女照顾好 有没有 这个就很麻烦啦 那个伯母事件就是这样 对不对 知道吗 他照顾好他的 他发觉他被婆婆冷落了 那就把弟媳妇的儿子 把他给弄死 他很精细喔 他弄盐巴给他吃 吃到要洗肾 这种是表示 他有精密度 但是精密做坏事 精密度是要做好事的 不是做坏事的 做坏事你就麻烦了 做坏事下辈子得的病 无药可救 药室经上面讲的横食啊 都是精密做坏事 我讲的是精密做好事 没有叫你精密做坏事啊 师父这样讲 我就精密做坏事啊 我没有叫你精密做坏事啊 我没有叫你精密做坏事 你们请伯母事件这样做 精密是要做好事的 所以你才得庄园报 是三四间庄园 不是只有自正觉庄园 自正觉庄园 你会变成身体眼庄园 那就麻烦了 一定三四间庄园 好 我是跟各位谈到这个 这个词啊很容易看过就好 我跟各位讲 我在读经啊 大概是我个人的性格啦 我从小读书就很讨厌这样子 因为这一句不懂我不看下一句 这个字没有弄清楚我不看下个字 这一段没弄清楚我不看下一段 就是这种个性格 所以这每一句的状况 几乎逃不过 我一定会把它弄清楚才会看下去 而就在要把这东西弄清楚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朋友们 大部分的人这个都没留意到 因为白子印黑字以后都是印国字 当然看懂谁不懂啊 每个字都懂堆在一起 那一句根本就不懂 就跟我看英文一样 ABC都懂 字母放在一起 那个字叫什么我就不懂了 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这是关键处 我们对修行人的这一个精密度的用心啊 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读人 杨茜茜 读人 杨茜茜 读人 杨茜茜 读人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